不知道最近小伙伴们有没有在关注 居静一的新剧仅刺我一双翅膀呢 该剧主要讲述的是女主林九哥的悲惨人生 最后在警察龙天宇的帮助下将坏人绳之与法的故事 整个故事跌宕起伏 该剧的画风也十分的有年代感 播出后也得到很多观众的认可 两位主演的演技跟颜值都不错 观众追剧的热情也在逐渐的高涨 不过要说这部剧真正吸引到小编的地方 不是男女主角 而是在剧中扮演凤姐的王燕 没想到45岁的她再一次付出 搭戏居静一在剧中扮演一个女球 不过这个女球跟其他的角色不同 这是一个本身具有正义感的角色 对居静一扮演的领九哥多次维护 不惜跟监狱中的大魔族对抗 演绎了一场女球监狱风云 很多人被45岁的王燕给劝粉了 她的凤姐气场全开 让很多观众感觉到惊讶 45岁的她虽然看得出来比年轻的时候老了一些 但是风韵有存 气质依旧 不少人直言 王燕果真是美了一辈子的人啊 即使是上了年纪 颜值也丝毫不比年轻演员居静一要差 那小伙伴们这次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在下方留言评论